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女学生免费提供卫生金的政府 一家慈善机构正在帮助沿海城市蒙巴萨的残疾妇女 通过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卫生金谋生 下面请听报道 肯尼亚的一群妇女使用脚踏动力来驱动缝纫机 以便制作可洗的卫生金 每一块色彩鲜艳的卫生金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是蒙巴萨这些残疾妇女的生命线 Charse是非政府组织Tunawayzi基金会的主任 该基金会设立帮助残疾妇女谋生的项目 我们在2000年创办了Tunawayzi 但从2015年开始生产可重复使用的卫生金 我们为什么要创办这个组织或团体 我们最初是一个由10名残疾妇女组成的团体 当时我们实际上在研究如何增强自己的经济能力 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街头乞讨 卫生金可能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它们是残疾人面临歧视 且经常生活在贫困中的国家的生命线 Tunawayzi旨在通过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社会服务 来改善残疾妇女和年轻人的生活 Charse女士说 可重复使用的卫生金 比一次性卫生金和卫生棉条更实惠 而且对环境也更好 我们的可重复使用卫生金性价比高 为什么它性价比高 因为我用过之后还会再用 你不用再去买了 它重复用了三年 三年后你可以再买一个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都要买一个 就非常昂贵 它也是环保的 人们用完机器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和土壤 尽管Tunawayzi取得了成功 但他们在制造和将产品推向市场方面 仍面临挑战 然而Charse女士说 在情况好的时候 他们可以生产三千个卫生金 我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机器 我们需要工业电机 这样有了这些机器 我们就能够快速生产更多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 我们面临交通问题 因为我们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 由于该计划广受欢迎 Tunawayzi现在雇用了二十多人 这对工人和像大学生Annie Kewa 这样的满意客户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Kewa女士说 可洗卫生巾帮助她过上了正常生活 在我开始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之前 我的高中生活很艰难 我使用的是旧式的卫生巾 用起来很不舒服 有时候会感染 后来我开始使用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 现在我不再感到腹痛 而且在大学里我打篮球 当我跳跃的时候 我不会感到有任何困难 因为她的质量很好很舒服 2017年肯尼亚政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向女学生免费提供月经店的国家 她表示如果女孩买不起卫生用品 她们每学期就失去两周的教育时间 据联合国教育机构称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有十分之一的女孩 在月经期间缺课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laub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